评论我都看了 众多粉丝强烈要求 把阿汤哥还给汤姆克鲁斯 那么今天我将会用汤老师 继续解说这部高质量复仇爽剧 禁忌游戏 故事发生在1814年的伦敦 汤老师找到一位化学家 帮他研制火药 但男人就抓起一把牛粪塞进嘴里 原来化学家打算用 四层牛粪 六层哥哥斯混合 再把木头烧成灰烬 用人尿泡一整年 这样就可以得到火药了 可就当送到化学家后 汤老师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突然蹦出来的杀手 让汤老师措手不及无法招架 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正当杀手拖着汤老师 准备回去领赏时 汤老师突然抽出匕首 刺向左脚 挺接着刺向右脚 可杀手一言不发 汤老师又拿起铁钩 勾进杀手腰间 拖向风车 接着掏出匕首 解决了他 回到家 老管家递给他一封信 里面是一张舞会邀请函 而下面则是一张漂亮国涂鸦 看来漂亮国终于坐不住了 随后汤老师找到妈妈桑 将一袋金币推在桌子上 今晚我拥有这姑娘 接着又让头夫召集手下 准备夜袭装有火销的仓库 一切准备就绪 汤老师赶回家叫上后妈 一起赶往舞会 来到舞会 汤老师被一个女人拽走 来到事前准备好的魔术柜前 两人走了进去 再打开时里面空无一人 原来两人被旋转到了另一面 女人就是漂亮国安插在伦敦的间谍头目 想用马内购买汤老师的岛屿 可汤老师直言 没有茶叶和皮革的垄断权 就没有谈的必要 另一边 女孩对着仓库守卫 说出虎狼之词 正当守卫无法自拔时 一把枪顶在了额头上 同一时间 混血女孩用木板卡住警卫大门 放进马车 再用液体炸弹炸开铁门 屠夫几人迅速把火销装进马车 然后逃之夭夭 而东印度公司弄丢了王室的火销 让国王大发雷霆 派出大量士兵展开全城搜查 而汤老师为了不走漏封城 找到屠夫一伙 给了他们一袋金币 接着说谁敢出卖他 接着又拿着手指找到妈妈桑 让他管好姑娘们的嘴 要不然 是 my way